你身边的朋友换苹果15的多吗 我先给大家看两个报价 以14 Pro Max 256G举例 6月份的报价大概在8100多不到8200 再来看一下如今的报价 256G的颜色现在已经95600 而且缺货中 只剩了将近9300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在苹果15发布之后 14系列整体价格涨了1000多 为什么新款机器发布老款涨价 那肯定是新款卖的不好没人买呀 今天就来华天美市场搞起台14 Pro Max 首先看到的是全新未激活的14 Pro Max港版1T的 市场价格现在在85008600左右 然后这是一台国行的10 Pro Max 512G 大家看啊 充电速度其次 外观99新的标准 市场价格在8200 再来看一下这个14 Plus国行的256G 在宝351天充电15次哈 市场价格5500 这是一台欧版的14 Pro 256G的 欧版的就是原卡槽 充电速度零次 电池寿命100 总体上二手的10系列整体涨了两三百块钱 再搞一台13pm 512G 电池寿命100 充电速度只有60 外观98新 市场价格5700左右 最后呢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年15 Pro Max行情这么惨大 究竟是大家兜里是没钱了 还是说今年觉得这款机器提升不大 不值得购买 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 mystery Terima kasih 谢谢观看